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代表团先在广州出席粤港深化经贸投资合作交流会 粤港商方企业签署126个合作项目 当中101个属于港商投资广东 涉及超过910亿元人民币 涵盖金融、物流、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 在这些经济合作项目中 展示了相当企业家积极服务广东和内地发展的 价格情怀和实际行动 在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下 香港一直是参与受益贡献者 将继续与实际行动 把三级疫情辛苦相传 广东省委书记黄昆明说 粤港澳大湾区去年的经济总量 已经突破14亿元人民币 潜力不可限量 希望广大港企坚定信心抓住机遇 今次香港代表团有大约80人 包括恒基主席李家杰 新地执董国基辉 信志集团副主席黄泳光 新世界执董郑志文 信德董事长何超瓶 和汇丰银行主席黄东盛等 李家超夜晚到佛山禅城区 领南天地商店街参观 聆听当地人员讲解 又与个别商店负责人交谈 步行大约20分钟之后 会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映华等 再进入简示别墅参观 李家超随后会与佛山领导会面 星期二回港 陈国基今次会率领代表团 访问五个大湾区城市 了解广东片区开发和产业规划的成功经验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在佛山报导 政府今天将会公布文艺创意产业蓝图 消息划分四个方向 一共71项措施 暂时不会增加资助 定理会推动商界出资 并探讨减税等作诱人 会所将香港提升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出色话蓝图定了四个方向 分别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建立平台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发展多元和国际化文化艺术产业 和完善文艺创意生讨圈 提出71项措施 以完善产业生讨圈比较多 例子包括建设文艺创意产业链 和人财富 完善博物馆体系 将它成为旅游热点 也鼓励业界多些参与国家的文化艺术工作等等 估计产业的经济规模 会由前年大概1200亿 去到2034年增加到2000亿 就业人数就由22万增加到大概26万 据了解当局未有计划增加资助 会推动商界出资 可以探讨减税等等作为有因 至于哪些产业会较着力发展 消息就说八大创意产业横环相扣 如果不均衡发展 或者会影响其他界别 不过见到近年电影 流行文化 时装和艺术等等的发展势头比较好 也对放宽电视发展的发规持开放态度 不过某些要求仍然是必要 强调蓝图会继续按业界的需要 适时有变化 特首李家超上个月发表施政报告的时候 点名推出文体女局 尽快推出蓝图 消息说蓝图一早定了框架 不过涉猎的范围广 需要较长时间讨论 无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 黎智英继续自便 说苹果日报不会报道中国正面新闻 也都说英文版不需要平衡报道 要被外国读者看到中国和特区的负面新闻 审讯踏入第96日 黎智英继续由代表律师引渡之下自便 先讲到苹果日报英文版的方针 辩方播放一段通讯群组录音 当中黎智英说打算将反对派 维权人士等文章刊登是英文版 说不需要呈现不同颜色的观点 只需要报道属于黄的政治立场的内地新闻 黎智英解释负面新闻就是好新闻 疫情下爱国读者更加有兴趣了解中国的负面新闻 便发问被告 苹果日报不会报道中国的正面新闻 黎智英回答同意 国安法指定法官道理兵问黎智英 选择的新闻是否反映他的观点 黎智英也说同意 另一位法官李素兰问黄是否男的相反 即是反政府和反中 黎智英同意 但就说英文版是对中国持批判态度 并不是反华 法官李运腾问黎智英 他所谓的报道真相 但只是报道单方面 黎智英就说平衡报道 并不是公信力的由来 对于重返证人 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建宏作公说 黎智英对英文版篇采指示 是逆权、抗争、制裁 黎智英否认 说没有要求报道关于制裁 辩方又提到黎智英向《苹果日报》管理层提过 要成为美国政治的杠杆 可以令到美方有更强硬的立场采取行动 黎智英向法庭解释 杠杆的意思 是当外国读者阅读之后 原意为香港发声 令外国政客听到为本港提供保护 辩方又展示黎智英发给助手Mark Simon的讯息 当时要求他尝试找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 订阅手机版的《苹果日报》 但最终因为美方的保安政策未能成功 本期视频就在刘传玉报道 又到中华陆景时间 上海市重江区推出首个青年驛站 遗合资格的青年提供短期免费住宿 位于重江西部科技园 有迷社区的青年驛站 设备齐全符合条件 来上海求职的青年 可以在这里免费入住最多七天 这个地方会比酒店更自由一点 而且它像会有比较多的公共设施 像自习室健身房 对我过来备考来说会更方便一点 而且这里离我的去面试的单位 也相对来说比较近 近来我们也接待了多位来护求职和就业的 高校应届大学生 通过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求职 或者是应聘过程当中的一个居住的空白期 解决他们的意识之难 合资格的青年只需要提供身份证 学历证明 面试或入职通知等 就可以申请三至七日免费住宿 如果求职成功的 更加可以申请由短租变长租 驿站会提供租金优惠 减轻他们的负担 无线电视记者谭思雅报道 台湾有退役的职棒运动员 到大陆发展推广棒球运动 有什么成绩呢 一起看一下 三百多个海峡两岸棒球员 跟一齐集宁夏银村 参加青年曼头雷球邀请赛 我们宁夏第一次办 这么大规模的棒运球比赛 然后他们其实也都很直接跟我说 哇塞 你们这次也办得太好了吧 怎么可能 他百年前退役之后来到宁夏 2022年重操故业 推广棒雷球运动 又在天台上面教十几个人棒雷球技术 发展到现在和拍档打造了室内训练馆 而创立的俱乐部有近一百个核心会员 他认为今次比赛可以成为两岸青年有善的沟通桥梁 我们两边的不管青年也好 成人也好 小朋友也好 都能够在这个运动场上 有很多的彼此认识的一些机会跟气质 然后不管是球技上的交流也好 我们两地生活的一些分享也好 大家都能够透过这个项目去做一个很深入的了解 他还开通多个社交账号 分享生活和文化以及美食 比更多人了解 无线电视记者容家耀报导 欢迎大家讨论 小明星大陆 曾经过旅客 集图的新闻 已经顺��了 非常可怜的 小明星大陆 大陆 大陆 小明星大陆 小明星大陆 大陆 小明星大陆 小明星大陆 也不可能是最健康 小明星大陆 9000点的关口究竟会否失手 事关今早一看有两项坏消息出来了 第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到 要加征中国进口货的关税加10% 要加关税 第二是《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英派议员提到 请检视美国与香港银行的关系 是否继续给香港银行优惠的地位 他们认为有些香港金融业是否有帮助洗黑钱 帮助一些受制裁的国家 所以需要检视美国与某部分香港银行的关系 这两样来说都是坏消息 新加坡的黑期已经率先跌穿了19000点关口 外围如何升法都不关我们的事 美股是创新高的 道指创新高 标普500创新高 反映中小股的罗素指数2000 都是创新高 但不要管了 我们看看恒生之数最新情况 因为本来我们根据ADR估计 要高开114点 但刚才是低开96点 是反过来低开 不过就没有新加坡黑期那么差 因为新加坡黑期 听提到是穿19000点 我们低开96点 那一刻是19,054 差一点就碰到19,9点的关口 暂时跌幅稍微小一点 19,111跌39 但大家要留意 刚才有提到我们已经是连续第四个交易下跌 以及去到19,000点水平 有个重要性 刚才我提到 忘记有没有说的 回到未熊市 五个字形容了 因为我们19,000点 就是9月24日 人行、金融监管总局等等 就是第一个救市记者会的收市位 居烟行生指数 由23,200跌下跌下 是去炒救市政策第一日的水平 大家就想象到 究竟市况有多弱 最新讲一讲 又去到19,000点附近 最新跌55点 成交又138亿多 讲一些支持位 看看期指再说 即月份期指 19,100 和现货差不多跌27点 那么支持位在哪里 假设是穿19,000的话 下一个支持位 100天线 18,700 至于18,500 就是另一个上升的跌口位 大家如果穿19,000的话 就看实18,700 和18,500的水平 目前期货 去到16,000多张 内地的因素都重要 先看看A股的走势 最近上证和深证 在高位都持续调整 走走下 都去到超过一个月的低位 上证和深证今次都稍微低开 上证是低开6点 最新都是差不多水平 深证指数是低开33点 最新跌幅略为收窄跌24点 但是股市相对稳 补充一句 人民币离岸价 人民币离岸价 在加关税的消息出了之后 一度转弱到7.27的水平 去到埋近4月低位 通常人民币弱势 都是对于中港股市是不利的信号 看看活跃港股情况 今早上ATM也低开 小米也低开超过1% 逐只报 腾讯最新跌2.4 阿里巴巴昨天穿过80元 最新股价靠稳倒 升到5毫子 中国银行跌3先 美团跌8毫子 中国平安跌了5个先 幸好刚刚那班跌幅不大 友邦最新靠稳倒升2毫子 恒指的沽卵 认沽正升幅超过1% 快手日前大家知道 将会成为蓝筹 昨天股价做得不错 但今早稍微回信 至于葵程 今早也OK 但最新股价跌2.5 小米集团刚才提到低开 最新稍微跌多了 跌幅超过2% 应该去20天线附近 恒生科技指数 最新未跌16点 金矿类股份要看实 因为金价结束了5天的升势 看到资金流出金市下 现货金价跌了超过3% 创作11月初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纽约期金亦跌了大约3.5% 最新的金股都是受压 其中较为细值的 中国黄金国际跌幅较大 跌幅超过4% 油股也是有压力的 最新的中海油 昨天这站明明炒过 市值管理概念 即所谓中特股概念 但今天中海油又回回了 回回超过1% 近日中石化 创过半年的低位 最新股价偏远 昨晚油价 纽约期又跌了超过3% 有消息说以色列与真主党 接近达成停火协议 好了 还有些时间 我们看看比特币的概念股 今天早上不行 为什么呢? 大家都想到了 比特币是否有回吐压力呢? 没错 比特币这两天都回吐得比较多 曾经跌穿93,000美元 在隔晚 美国的加密货币相关股也是受压 我们今天看到香港那些普遍都是下跌的 好了 新能源汽车股 就看到整堂都是偏远为主 突然报了小米 未来跌幅超过4% 未来创办人 都在集团内报信提到 说现在智能汽车行业 是最竞争激烈 以及最残酷的时代来临了 相信未来两三年 只有少数优秀企业能够生存 当然好的消息就是 全民欧盟和中国在电动车关税的问题 接近达成协议 中国就会向欧盟保证会有最低价格 不过暂时就提到 汽车股普遍都是偏缘的 至于科网类股份 简单担立 大摩减持阿里巴巴股份 持股量下降到6.85% 当然阿里暂时没有受影响 腾讯做回购 撑下自己股价 汽车大约7亿元回购177万股 最新腾讯稍为偏缘 下周再说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埃及红海发生游艇沉没事故 28人获救16人失踪 包括外国游客和埃及船员 当局展开海空搜索 现场是阿莱姆港附近海域 红海省政府说 一手载有31个乘客 和13个船员的游艇 星期一清晨发出求救信号 有关部门随即展开救援 救起28人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说 获救的乘客里面有两个中国人 他们情况尚好 有生还者说 游艇受到大浪冲击之后翻沉 根据船公司资料 出示游艇前年建造 全长44米 有4层甲板 载客量是36人 在本港政府发行的 200亿基础建设零售债券 今天开始接受认救 目标发行额可以加码到 250亿 每手入场费是1万元 债券年期三年 保证息率不少过三厘半 利率和通胀挂勾 每半年派息一次 政府设定配发手数上限是100手 认救期到12月6日下午2点结束 12月18日在港交所上市 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部都会区事行 和片区开发模式 消息说政府邀请企业代表 去到北都实地考察 行基、新世界、汇德峰等 多个大型地产商都有挖腰 据了解企业也会签署支持 北都发展的一般二项书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月初 在深圳会见近30个工商界代表 要求企业家坚定支持特区政府 共同推进落实长远发展规划 其中就提到北部都会区 消息说为了贯彻有关精神 政府邀请银行业 本地发展商 国企和外资企业的负责人 星期五考察北部都会区 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带领 上午会参观河吐区港深创科员 和洪水桥夏川新发展区 在中午行政长官李家超 会在政府总部设宴款待 下午会举行支持和参与北都发展 二项书签署仪式 我理解下一步 其实都会除了签署和政府 一些支持的意向之外 企业与企业之间 例如发展商或者一些企业 同银行都会签署 怎样去做好融资参与发展 这个会对整个北都 令到国界会更加有信心 而且也是为了企业和政府以后的合作 是有一个更好的铺田和基础 施政报告提出 在北都试行遍区开发模式 据悉政府在这次的考察 将会介绍遍区开发试点 华润集团等国企在内地有相关经验 本身是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首席战略官的 立法会议员李浩然认为 由收地到设计、兴建 甚至日后营运都可以交给市场负责 政府的角色变为管理和监管 骗区开发最核心的原理和好处 其实是可以运用更多的市场手段 去解决一些土地上的使用 甚至是征用 或者一些日后的发展 例如我在一个土地上 我可能是有些是一些短期 可以有比较好回报的产业 亦都有些产业可能是需要长时间一点 我可以利用我短或者时间可以快一点 就可以有收益的一些项目 去作为一些长期项目的一些融资的工具或手段 北都三个片区试点分别在粉岭北 洪水桥下村和新田科技城 政府目标明年对至少一个片区照标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大约2500只大红猫雕塑 下个月将会在四个地点展出 主办单位希望借此带动商机 推动红猫经济 2500只大红猫分为8款造型 有坐在这里也有摊在这里 下个月2号率先在机场停机平量上 7号开始去到四个地点巡回展览 第一个是尖沙咀星光大道 之后移私到岸平市集 海洋公园和中山纪念公园 展期去到26号结束 主办单位说2500只雕塑里面 有6只会以香港大红猫家族为设的蓝本 包括迎迎落落、安安可可 以及一对大红猫龙凤胎BB 会参考它们的特征 例如黑眼圈、小动作等 市民到时可以落足眼力去找 通常一个展览对区来说 会带动很多区的人流或收入 随着因为有这个展览 我们每逢的周末都会去一些不同的讨论区里面 我们亦都在这件事有很多不同的商业合作的单位合作 加上这次我们在尝试这件事有一个IP出现 我想是在应用上或者是很多东西方面是更加融入了 希望它用途多元化一点 主办机构十年前都举办过类似展览 负责人期望这次周边食市和商户会配合 而这次商业活动的版权收益 将会捐给海洋公园大红猫保育用途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仁不得 AM730社评 最近港产片叫好叫座声势浩大 早前的九龙城寨之围城 进占本港电影史上话语片票房第二位 形状上画的破地獄就创了开画首日最高票房 和最高入场人次纪录 传承热论 同期的大制作分成 亦都有不错的成绩 再再反映香港电影业 经过多年沉寂之后 已经重拾活力 开始找到方向 重振升威 此时此刻 社会期待政府多些支援电影产业 而新一代电影工作者 继续发挥创意 拍出好电影 勇于尝试探讨不同的题材 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 明报写评 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 这个星期四正式启用 标志本港处理航班升降能力提升 有助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然而若果要全面发挥机场三跑的作用 还需和其他珠三角机场加强合作 互相协调空域资源 随着大湾区融合 国家民航局正牵头 推动珠三角机场协同运行 提升整体效率和竞争力 大湾区机场群加强整合 已经是大势所趋 香港应该以三跑系统启用为契机 配合国家策略 加强和湾区其他城市合作 突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和作用 转提到另一次新闻